说到赵敏,可能很多人心里第一想到的就是有贾静门扮演的形象 确实在金庸的武侠改编中 《倚天屠龙记》是难得一部内地版比TVB版更经典的 在《倚天屠龙记》里,赵敏为了追求自己和张无忌的爱情 算是间接害死过哥哥,也把自己的父亲坑得够呛 说实话,赵敏在剧中的人生虽然不是重角色中最坎坷的 但也已经远远超过了绝大多数普通人的人生际遇 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就是赵敏贾静门的戏外人生 而他所经历的磨难,比剧中的赵敏还要惨 1974年,贾静门在中国台湾出生 但是,他的父亲还算是一味富商 所以,他从小过着不错的生活 可是事事无常,就像在《倚天屠龙记》里 赵敏被世子喜欢后,他家开始被胁迫 贾静门的人生也是在19岁的时候突然发生的改变 好在之前的他,靠着优越的家境已经与不少明星有了交集 而贾静门也在16岁时被星潭发现已经进入了娱乐圈 19岁家到中落之后,全家虽然难以为继 可这时候的贾静门也算是能够为家里出一份力了 但这时不幸再次降临 已经破产的父亲又被查出了淋巴癌,除了还债 贾静门同时还要支撑父亲高额的医疗费用 这种压力让他一度成为了工作机器 而这依旧无法满足生活的索取 当时的他,除了在工作,就是被各种催债骚扰 如此大的压力对于一个刚刚20岁的女孩来说 可想而知,这还没完 在经济压力之下,父亲的病也每况日下 某天贾静门的父亲对他说 自己已经不行了,想要贾静门送走自己 在父亲的一下要求下,贾静门亲手拔掉了父亲的氧气管 而这都是发生在他开倚天屠龙记,至尊红颜之前 这段经历,曾经也显没人知 贾静门红了之后,大家更多的是关注他的感情生活 可他终究没有遇到憨厚的张武记 而是另一个感情飞动 可能是失去父亲的痛,让他极度缺少安全感 贾静门在与一副商交往的过程中,就未婚先孕 这件事情在当时一度被吵得很热 而未婚生子的他真正的不幸,却是在婚后才刚刚开始 因为孩子的缘故,活假怀疑他 他老公也家暴他,甚至在他临盆前一天出轨认魔 还多次被派到在高级会所把妹 最后两人离婚时,贾静门为了保留孩子的探视权 竟然还倒贴了2600万 这段经历让他的演艺生涯也一度低落 但贾静门的故事还没有结束 2014年在经历了丧妇 离婚后的贾静门终于找到了自己的幸福 这段年龄相差9岁的姐弟恋 虽然一开始又被网友抗衰 但这么多年过去,两人世界变成了五口之家 之前的吴童妹也对新爸爸很满意 叫他修爸 到这里,最美照领贾静门 终于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品毒娱乐感悟人生,欢迎关注